哈喽大家好我是蜡笔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减肥过程中比较常见的五个误区 也是我自己采过的雷区 理念都非常的基础 主要是面向没有任何科学健身 减肢经验的小白们 如果有哪些地方说的不够准确 也希望大家可以补充完善 那首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以示我还是有那么点点资格 来分享这个话题的 我的身高是1米7 体重最重的时候110斤 现在大概是90斤左右 而且还是有一些小线条的 但是因为头比较大 再加上保镖的拍照剧组 确实不怎么样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看上去不像是90斤的样子 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这个是绝大多数女生都会出现的 一说减肥那就是 我当年就是这样子的 坑石坑吃了一个月 基本上其中没什么变化 其实从减肢的角度来说 吃什么比运动更重要 吃多少比吃什么更更重要 按照女生的体重和速度 慢跑半小时 操场10圈到12圈 累得要死 但是消耗的卡路里 大概也就是300大卡 郑多燕跳1小时 大概300-400大卡 300-400大卡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相当于一碗 蛋炒饭的热量 所以我后来意识到 为啥我几乎没瘦呢 因为我特别爱吃 烤面筋 每次跑完操场 出门买两 烤面筋 真香 得白跑 所以总结就是 指望跑个步就瘦 是不可能的 还是要把运动的量 和饮食的热量 综合起来去看 误区2 被健康食品忽悠了 几乎每一个减肥的人 都吃过麦片 我也吃过很久的麦片 但是我吃的麦片 是这样的 屏幕前和我类似的小伙伴 可以call一个1 有一些麦片的热量 是100克 大概500多千交 也就是100多大卡 而我吃的麦片 100克有1500千交 也就是400多大卡 麦当劳的那么大鸡排 才370大卡 可见这种麦片的热量 一点都不低 关键的还没鸡排好吃 类似情况 还有咖啡和酸奶 黑咖啡或者叫美式咖啡 可以认为热量是0卡路里 其中还有的咖啡 应有利尿效果 可以对抗水肿 一定程度上 确实可以帮助减肥 但是我们日常喝的咖啡 可并不是黑咖啡 拿铁等于黑咖啡加奶 有些同学会放糖 摩卡等于黑咖啡加奶 加可可粉加奶油 也可以没有奶油 马其朵等于黑咖啡 加奶加焦糖 超市的咖啡饮料 或者三合一咖啡 我就不多说了 自己看配料表吧 各种配料的热量 可能并不低 尤其是三合一咖啡的直芝末 简直是增肥力气 酸奶也是类似 添加的糖 甚至可能更多一点 比如市面上常见的几款酸奶 按照250克来分热量 酸奶A 热量1000千交 约等于250大卡 酸奶B 热量928千交 236大卡 酸奶C 热量900千交不到 也是200多大卡 而一瓶600毫升的可乐 热量才240大卡 可以说酸奶的热量 比可乐高多了 所以总结就是 不要被食品的名字所欺骗 一定要看配料表和热量表 像麦片 咖啡和酸奶 它们本身确实是热量低的健康食品 但是商家为了好吃 往往加了非常多的糖和脂肪 口感是变好的 但是热量也层层层的上来了 彻底违背了简直的初衷 误区三 被减肥食谱误导了 很多小巫书上说 自己减肥成功的博主 都会po自己的减肥食谱 第一天吃什么 第二天吃什么 好像你照着吃就能瘦似的 那么你仔细一看 假如我照着吃 到底能不能瘦呢 还真可以 因为如果你仔细分析会发现 它这个食谱的重点 不在于搭配和顺序 而在于量少 早上一碗夜麦片 中午一个苹果 晚上就不吃 就这个量 要还是不瘦 这不就是节食减肥吗 当然我也特别能理解选择节食的同学 因为节食它确实能瘦 一部分想要减肥的人 也确实可能不太在乎节食带来的副作用 比如说代谢和内分泌紊乱啦 颐巴出走啦 或者是失眠脱发等等 但是节食还有一个问题 在于难以坚持 非常简单的原理是 你这个月节食瘦了 那下个月 下下个月呢 明年 如果这辈子都远离了 火锅米饭 大盘精 细茶耐炫一点点 那 我反正是坚持不下来 所以我觉得长期来看 节食的收益其实也没那么高 这一段主要是方便我们跟妈妈去兑现 因为很多同学其实知道主食不能多吃 但是架不住爸妈总觉得吃主食好 比如我妈就是这样 对粥特别有热情 早饭要喝粥 吃完饭要喝粥 生病要喝粥 午饭也要喝粥 巴宝粥 玉米粥 大米粥 红豆粥 绿豆粥 黄豆粥 黑豆粥 原因是她觉得粥比较好消化 没有负担 家里人有类似观点的同学 可以弹幕扣个1 我们看看到底有多少 所以喝粥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都知道 主食一般是碳水化合物 碳水吃多了会导致两个结果 第一容易胖 第二容易饿 一容易胖 那么我们在幼儿园生物课上曾经学过 碳水在体内代谢后 大部分会转化为血糖 而后进入肝脏和肌肉成为糖原 再多余的部分呢 就会变成脂肪存储起来 所以很简单的道理就是 碳水吃多了消耗不掉就变成脂肪了 这就是很多人不吃肉 天天喝粥吃馒头 但也还是会胖的重要原因 二容易饿 碳水最先代谢 消化速度高于脂肪和蛋白质 简单说就是 一些碳水可能一个小时就消化完了 蛋白质却可能需要四五个小时 那么这个数据呢 可能不够准确 但就是这个意思 于是你吃了一碗粥 他吃了一块肉 也许热量相同 但是你呢 一个小时可能就饿了 他还没瘦 所以总结说就是 但减脂期间 关注碳水的摄入非常重要 并不是单纯的说 喝粥会胖 或者说不喝粥就会瘦 关键是要看总量和比例 所以今后呢 如果妈妈再让我喝粥 就可以把这个视频转给她 误区五 大吃一顿胖三斤 这个是保镖曾经最大的问题 某天大吃了一顿 真行 然后我就觉得完蛋了 觉得自己瘦不下去了 然后就自暴自欺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其实减肥 真的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而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积累 大吃一顿就胖了的情况呢 十有八九是 盐吃多了 然后水肿 肉不是一天涨上去的 肥也不能一天减下来 简直还是要看长线 比如说五天一个礼拜 甚至十天半个月的热量摄入情况 看短线的话 不仅没有意义 反而会非常的焦虑 而心态其实是比行动更为重要的 因为心态帮了的话 确实是非常难坚持下去 然后想说的一点是 减肥并不是做数学题 并不是一加一一定等于二 它跟你的体质 特点 作息等等都有关联 当然很多误区和经验还是可以参考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减肥方案呢 那身体的健康营养的均衡 还是最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早日获得理想的身材 那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 求点赞 求投币 求收藏 关注拉比卡塔的玩人宝标 未来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玩的知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的样子 我觉得突然好像觉得这口还挺不错的 你们看 我觉得它有什么好玩的